你绝对不知道为什么一般的歌手都不让林俊杰翻唱他的歌曲 因为他一开口直接给歌曲注入了新的灵魂 没听过的还以为他就是演唱的 第一首《知足》 五月天唱出了《施怀感》 而林俊杰却唱出了《内心的不知足》 第二首起风了 原唱唱出了《我们回不去的青春》 而到了林俊杰的嘴里 这首歌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首至少还有你 林俊杰唱出了《痴情女孩的七世》 而林俊杰则是把这首歌唱的 从男性的角度得到了新的诠释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知道还有你 知道我最澄清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就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 你掌心不知 我总记得在哪里 尤其他结束 是ุ电视 佳 至于是